今天是在捷运本南县府中站这边 最近有两位女子他们投诉说 在搭乘这个手扶梯的时候 被人从后方泼洒着不明的液体 而且还闻一闻觉得有这种尿骚味 很不舒服 警方获报之后 巡线追查发现是一位阳性水电工人 这水电工人说她心情不好 用吸管吸水来喷洒并没有泼尿 但她的行为已经涉嫌公然侮辱 新北市捷运府中站下午五点多 阵风下班尖峰时间人潮众多 长马女子搭乘守护厅上楼 后面的黑衣男子却紧跟在后 准备刺激犯案 她从屁股这边设议题 她其实沿路往库馆 一直到底全都是湿的 就闻到有很重的尿骚味 三十岁的被害女子回到家 才发现长库后方出现大面积水渍 下了赶紧报警 警方调为监视器 发现当时嫌犯不但跟着李小姐出捷运站 十分钟之后又折返躲在柱子后面 疑似寻找下一个目标 没过多久又再度尾随黎明女子 搭乘守护梯 十五分钟之内 犯案两次 她一定是拿某个物体 很准确的往臀部射 我们研判 从监视器画面来看 她应该是拿一只吸管 然后深入那个容器里面吸水 然后再喷洒 警方巡警追查到犯案的阳性水电工人 她自称是因为心情不好 无聊找事做 才会用吸管吸矿泉水 喷水 不过她的说辞跟被害人有所出入 加上骚扰攻击是事实 还是被依公然侮辱罪 寒送法办 记得周天杰新北市报道